這邊的話都是那個雨夜薰衣草 然後還有一些玫瑰白玫瑰 然後還有白色的大飛燕草 哈囉大家好 我是喜歡香草樂愛田園生活的迪克 在觀賞我的影片之前請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喔 那我想薰衣草是一個最最最受歡迎的香草植物之一了 它紫色浪漫的花朵啊多麼令人嚮往啊 所以因此啊我拍了很多關於薰衣草的影片 包括薰衣草品種的介紹 還有薰衣草的一些栽培的經驗 還有我出國在國外看到的許多薰衣草 我都用影片跟大家做分享 大家可以點閱我的影片 那今天要介紹的是因為我最近要開一個薰衣草專題課程啊 我發現呢有一個很常見的薰衣草 一直都沒有介紹 我今天要特地隆重的介紹它 就是雨夜薰衣草 那很多很多的農場 或是一些主題農場 有薰衣草概念的農場 它都會種一些紫色浪漫的薰衣草 其實有可能都是種雨夜薰衣草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用雨夜薰衣草 構成的組合盆栽 那主要的話會就是雨夜薰衣草 我們細細看一下它 它跟一般薰衣草比較不一樣 那它的花齁 花梗上來的話會不只一碎花 你看它變成三碎花了 然後盛開的是紫色的部分 下面是已經凋謝的部分 你看這裡也是一整片的紫色薰衣草的花海 那這個品種是剛才介紹到的雨夜薰衣草 叫雨夜薰衣草 就像之前介紹的 它的葉子是羽毛狀的 有沒有 羽狀的 它叫雨夜薰衣草 薰衣草是一個比較怕潮濕悶熱的香草植物 那你看像這邊中間都 這邊缺一個洞啊 就是因為可能潮濕悶熱 然後就開始黑掉了 那就是有一些壞菌之身 然後就讓它有一點點倒腐 薰衣草是純襲花科的植物 我們來看一下它開花的特寫 紫色的花朵好迷人啊 薰衣草原產地在地中海沿岸 喜歡比較冷涼的天氣 那在比較熱的地方 像台灣種植薰衣草的話 就建議選擇比較耐熱的品種 那今天介紹的雨夜薰衣草 正好就是比較耐熱的品種喔 你看這個花園裡有雨夜薰衣草的襯多 多麼浪漫啊 根據我的經驗 在市面上流通的雨夜薰衣草 有兩種品種齁 那一種是用五吋盆種植 比較大盆的雨夜薰衣草 這個我認為它是正統的雨夜薰衣草 那另外的話有一種用三吋黑卵盆種的 比較小顆的雨夜薰衣草 你仔細看的話 它葉子跟它金上面的毛會比較細長 它的花跟大顆的這個雨夜薰衣草 也有點不一樣 那大家有機會可以比較看看 兩個真的是有點不一樣喔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你分享與訂閱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掰掰 請問一下 市場 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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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